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今天這支影片又是我們的CH2角色技能搶先看 馬上進入角色的見面吧 今天要介紹的第二隻CH2武將 就是我們的無國魯術 本身也算是一個很萬全的輔助工具人 再加上他的奶量可以堪稱為台服之後 奶媽當中數一數二高的 直接看到他的羈絆部分 只要上陣兩個無國的武將 以及一個蜀國的武將 可以提升魯術自身的治癒率 那每上陣一個無國的武將 可以提升全體蜀國的回怒速度 反之上陣蜀國的武將 可以提升全體無國的回怒速度 那麼這個羈絆可以算是可有可無 不一定說一定要湊到 只是單純的提高治癒率而已 至於這個回怒速度 可以提供更多其他的管道 都比這個魯術的回怒速度來得更快更好 所以並非是一定要湊到 馬上來看到魯術的怒攻 會治療我方全體 並且施加耗施 每回合回覆魯術的最大生命值8% 再來是三星 又是回血的 只要我方進行普攻後 若生命值低於50% 魯術會馬上為他回血 並且魯術自身也會回覆200點的怒氣 再來是五星的效果 五星的效果算是魯術一個很特殊的機制 就是讓我方的前後排 每個單位都進行結盟 可以把它想像成真機的共傷機制 只要有一方造成的傷害超過一定的值 另外的傷害就會由另外一方來進行承擔 並且承擔的傷害值還會再下降 領接的是魯術開火的技能 首先是一火 讓原先三星的技能更加強化 回復的血量以及怒氣都提升 再來則是三火跟五火 他們的效果都是一樣的 只是受到的傷害量變得更低了 像是張寮以及呂布 他們同時向結盟的單位進行攻擊的時候 本次受到的攻擊都會下降一些 最高就是可以下降到五火的30% 那麼一樣來說說微笑我對魯術的評價 應該很多人都聽說過 魯術會成為戰場中的戰犯 由於他特殊的共傷機制 會讓很多原先不該倒的武將 都一起倒下來 但微笑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很大 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在沒有上魯術的情況下 遇到對面的切後隊太史池跳過來 我方的後排會全部倒光 那這場基本上遊戲就是輸了嘛 那假設我們今天把魯術放上去 對方的太史池射過來 由於魯術的共傷機制 大部分的傷害會傳給前排 不過也因為共傷機制會吸收掉一些傷害 那麼假設你們今天的前排還是不幸倒光好了 那基本上都是沒有差的 你今天有上魯術跟沒上魯術 你這把遊戲都是輸 所以我覺得魯術並不會因為他的共傷 帶來很多不利的效果 最後則是說抽取建議 假設已經把姜維拿到手 第二隻角色是可以考慮我們的魯術 前面有提到說魯術是一隻非常萬用的輔助工具人 無論放在盾服又或者是髒水 甚至跟姜維一起搭配都是可行的 所以如果你們打算抽第二隻角色 完全可以考慮抽取我們的魯術 獵區二武將魯術介紹就說到這邊啦 還有什麼不懂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